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節目節目會 以前我們常常會提到這個混血兒 大家的一個反應就是 啊好可愛喔 後來我們在深入的討論之後 發現說 家裡面多元的文化 這樣子刺激小孩 他會有很多國的語言 智商確實也是比較高耶 對 聽說是這麼一回事 對 可是深混血兒 真的比較好 對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 就有很多的所謂的就是 多從國籍下誕生的小孩子 他缺乏認同 對 缺乏文化認同 對 很多人都這樣講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屬於哪裡的人 到哪邊好像都不能夠融入 對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三個家庭 所以呢 我們來先歡迎他們 來 歡迎 老朋友 小朋友也都長大了這樣子 對啊 就唯一讓我們有新鮮感的 其實小孩子慢慢帶大 其實你們這些人真的是 常常來的 你看小孩興奮 對啊 我們現在要問第一對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不可能會有的 是 你們覺得小孩子像誰 你看 大家應該像自己 公說公有你 婆說婆有你 是 來 Kim 為什麼 我講的因為我比較兩個小孩 我覺得女兒比較像爸爸 但是兒子一出生 一出生就有很多特色跟我蠻像 第一個就是這是他小寶寶的時候 也許看得不清楚 但是他頭髮的顏色黃黃的 但是他頭型跟黃大哥好像喔 對 他頭型 可是就是長大了一點 這個顏色好像是染的 但是是自然 蠻黃的 而且孩子的學 叫什麼 學型 學型 對 女兒是A型 爸爸也是 O是O 他也是O 對 然後一個就是 長大了之後 就觀察他的個性 會覺得很多方面很像喔 很皮啊 不聽話啊 真的很像 就是完全像喔 年輕的時候 很正確 以前真的我成績比較不好 他最近開始好 不過我也是這樣 就是年紀大了 到了高中才成績變成好 是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體育方面他很愛 爸爸只會羽毛球 哎呀 好 羽毛球不錯耶 就只會羽毛球 我願意要羽毛球啊 沒有 因為 因為以前那個籃球 太多人搶 搶不到 對 然後去打棒球 但是我覺得他體育方面很強 還有一個就是以前 因為看得出來他是昏雪 所以在台灣一定人家說 喔 像媽媽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台灣人準 可是台灣人也很準 因為他現在是要講 對 OK 沒有 因為是這樣 就是他到了美國 現在換了一批新的朋友 那有些來我們家 沒有看過家長 所以朋友進去 他的臥室是在二樓 要進過廚房 結果廚房有一個人 他朋友跟他到二樓說 你家經濟條件真好 我家有仆人戚攀 那是廚房啊 好多耶 對啊 還難用耶 可是我覺得 有仆人 因為蜜蜜的身上太好看 就有這個問題 沒有 不用 這說明了一件事情 什麼 可是黃大哥來 難得回來 真的再一次歡迎你 好 很久才會看到你一次 一次吧 偶爾視訊一下 真的 那黃大哥你剛剛是舉小孩像你 我覺得長相 長相應該是比較像媽媽 然後 他可能比較喜歡搞笑 比較不正經 所以 也像媽媽 這一方面可能 是嗎 還是黃大哥 他表示我是很正經的 對 那小孩像你的哪一個部分 你覺得 個性 我是覺得像個性吧 姐姐比較像爸爸 我是這麼認為 對 比較流氓 比較有內 好多有內 那Raymond 你說 你覺得你自己像爸爸 還是像媽媽 像媽媽吧 真的 就長相啊 裡面呢 就像爸爸 真的 這個小孩就厲害耶 這種小孩的教育 像誰呢 蛤 帥呢 就 太帥了你知道嗎 帥過一般人 對 還有嗎 應該就這樣啊 很羞澀 很羞澀 對 很羞澀 你有羞澀嗎 有 我覺得很羞澀 我覺得那個 你肝好就會變帥 是嗎 所以你如果年輕 就自然帥 是嗎 對 所以你老了之後 就變這樣子 那你 好帥喔 不要生死了 好帥喔 所以你年輕 那你為什麼還是 沒有女生找你 為什麼 他們原來講他 他 他是看你錢 這個家庭超和睦的 我喜歡 所以他們講話速度 TEMPO有點慢 但是其實每一 我覺得超難 超難接話的 對 每一句的話都這樣 只是 吃到心裡面 你知道嗎 來 阿甫跟Alice 來 你們家 我們看一下 你覺得堂堂像誰 不會 啊 啊 我覺得Alice姐滿公平的 兩個都像 真的 當然囉 是誰 你跟他學 這都不一樣 你跟他學 我跟他學 這都不一樣 這都不一樣 過分 來 這邊有自信的爸爸 你說 對啊 這個不用講嘛 對不對 從外面看就知道 你看 那個 大大的眼睛 對不對 亮亮的頭髮 性感的 那還有哪裡像呢 還有個性 我覺得 其實個性 我要跟Alice一樣 我要大概一半一半 我覺得 他跟我像的是 有那個幽默感 然後比較活潑 比較皮一點 但是我是很高興 他另外一半是小媽媽 是他的 人家都說德國人有意識力 但是我覺得 我不是很正常 真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要 就是要給媽媽一百分 對 所以他們兩個一樣 他們只要設定一個目標 他們一定會達到 像以前Alice第一次看到我 他就說 哇 這個我 Oh my God 聽起來好像在 包Alice 在稱讚別人 其實他是在講自己好的 我只是想 我剛好趁這個機會 要講多一點 因為等一下Alice一開始講話 我就 知道就好 我覺得 我當初懷孕他的時候 我從第一個月 講到零盆錢 我每天摸著 我的肚子就講 媽媽就是希望 妳有圓圓大大的眼睛 高高 挺挺的鼻子 這個走開 性感的嘴唇 都有 真的啊 有福氣的耳朵 真的 一看就是像媽媽的 心肝飽肺乖女兒 真的 我真的每天講耶 結果我真的覺得 胎教好神奇喔 對 生出來就真的像我講的 一模一樣 其實我覺得他比較像妳 真的喔 妳來看的 妳大在看的 眼型還有眼睛那個 有一種往上縫的感覺 其實整個感覺是 跟你比較像 這代表妳們是有內涵的人 膚淺的人都會說像阿福 有內涵的人都會說像阿福 像Alice嘛 對 我就覺得他還好 他的身材啊 他腿很長 很像我 不是像阿福腿很短 又瘦 腳挖咖 腳又小 那妳剛開始認識我 妳都沒有注意我的腿 因為妳都穿長褲啊 沒有 那時候一直都躺著 一萬級 一萬級 一萬級不下去 還好大家 好 淘汰 來 妳先學 我覺得都有像 真的 我覺得我五官比較像爸爸 因為媽媽其實沒化妝 眼睛沒那麼大 對 眼睛其實是 沒有爸爸的 其他的就沒有像爸爸了 就除了 亞有啦 等一下我先講媽媽 OK 我跟媽媽一樣 都比較固執 固執 妳就是這樣固執 如果我要做一件事 我別人給我意見 我連聽都不會聽 我就沒關係 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然後我都會有目標 射好目標 然後就往目標前進 然後爸爸就比較不會 他就什麼都隨隨便便 隨性 三心兩意 我要看看第三個家庭如何 來 像你跟熊哥 來 你覺得一豪像誰 來 請舉牌 看一下牌子啊 熊哥 你覺得像誰呢 你看 爸爸媽媽就是這樣 都是個性的 對啊 都覺得像自己 很多人說 他很像我 哥哥像我 但是我都是因為想說 老二比較像我 是啊 我都想說老二比較像我 結果發生就是 大家大概國中的時候 我去找 機械箱找他嘛 結果我不知道他在哪一班 對 我跟妳講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滿好笑的 那有時候要送便當給小孩 小孩已經上國中 才會送過去國小 天啊 珊妮你好忙喔 你怎麼會忘記 不是 我 不是 我覺得 學校都一樣啊 我找不到那個... 教室啊 我要找整個學校 我才會找到他 你會找到 因為叫同學帶妳過去的 對啊 那一臉都 結果我好幾早到的時候 他們 男生 女生 他們說 熊媽媽 一直說 他們都叫他老外 在學校他們做到老外 他說 老外很像妳啊 我心裡她說 好像嗎 那一次就是剛好 他們在學校有在玩遊戲嘛 結果他們說 他今天有帶那個 帶一個那個假髮 真的很像 我說是嗎 結果他們跑去 跑去那個教師拿出來 他說 小媽媽你看看有沒有很像 她是戴照片 結果我是戴真的假髮 對啊 好 妳好犧牲喔 像妳這個 不是一般的媽媽 真的 我頭髮跟腳好耶 抓了一球 忍耐一下 各位觀眾 你們說到底有沒有像我 好像喔 好像喔 天啊 很像的 有... 其實有像 真的耶 像妳年輕的時候 好像的 瀏海... 對 瀏海要下來 好像喔 有像... 爸爸看不下去 真的 那爸爸你帶假髮 熊哥你帶一看 看他的眼下 看他的眼下 有... 有... 熊哥你其實三五個站位 沒有錯 好 證明他們是一家人 真的啊 我的天啊 可是熊哥你還是覺得 一豪比較像你啊 他本來就像我 連高度都像我嘛 那高度... 高度你也沒那麼高啊 高度... 高度我比你們兩個都高耶 那但是你要跟他借... 高度是要自己想辦法的啊 阿嬤啊 對 外婆 阿公啊 那邊都很高啊 我家都是兩百座 為什麼他當然像我 其實我算矮的 你們給爸爸一個機會講話 他當然像我啊 他是不是男生 是... 經理你這樣 一次男生就是像我 性別像啊 他好羞嘛 性別像啊 他太像你了 我覺得 三個小孩 人家都說像... 像香妮 其實這是 根本就不公平的想法 那熊哥... 熊哥你會不高興嗎 那個像你老婆 你會不高興嗎 不會啊 你老婆那麼漂亮 老婆漂亮嗎 我也很帥啊 你老婆很漂亮 你老婆很自信啊 你其實像我嘛 你那個嘴巴 你看... 你咬 你咬 不會 我可以以醫學角度肯定呢 有四十六分之一是像爸爸 這麼精準 四十六分之一喔 女人有二十三對染色體 一共四十六條嘛 其中一條Y像爸爸 剩下四十五條都像爸爸 都像爸爸 來... 哪一個比較多 我嘛 當然你喔 你四十五耶 四十五他只有1耶 剛才老師講 有一條像我就夠了 最重要的那一條 就越有條像我就夠了 對... 就蠻毒的 其實我覺得長相的話 是像媽媽 對 但是個性 兩個都不像 哦 你是立正正的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 個性也很重 所以個性的話是 弟弟比較像爸爸媽媽 啊 如果是我個性的話 我比較像奶奶 哦 對 就比較不會那麼... 這麼...這麼重 對啊 那媽媽媽常常會說 弟弟比較像他 是 然後我一直認為 我比較像他 哦 對啊 可是我們來問一個 比較實際的問題 白潔你這樣的長相啊 在異性來講的話 會不會比較吃香 絕對會的 我絕對是 發電工廠 沒錯 絕對是 裝電工廠 機程車OK 真的 絕對是 他只要在任何地方 業電一出現 一定所有女生都靠過來 我在美國 其實我第一個女朋友 醜到爆 醜到爆 因為我在美國 就不是帥的 就這個很奇怪 就平常了 那我就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認定 我是醜的 後來我交到我台灣 第一個女朋友 很漂亮 鄭飯田 交得我 就有一種 我覺得她是從雜誌走出來了 你知道嗎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就像那個 李易雜誌嗎 對 不是 那個是李易雜誌 是喔 可是在男生身上是這樣子 但是這三個家裡面 只有一個女生 一個女兒 對 湯湯 聽說你很受歡迎 對 最近有什麼困擾 中午學校都會五歲 然後我有一天我就 醒了 然後桌上就有餅乾 然後有一個紙條 就說 Rebecca這是我親手做的 希望你很喜歡吃 然後就寫她的名字 男生女生 男生 OK 然後她是隔壁班的 然後她都沒有跟我講過話 就連眼神都沒有交回 但是妳知道是哪一個男生嗎 沒有 我到時候還要去問那一班 然後她有寫 我是隔壁班的誰誰誰 然後我還要去隔壁班問 這個是誰啊 然後 對 然後之後我也就對她 看到她就有笑了 對 就剩下的餅乾 還是要跟她笑一下 我想要跟她說好吃 她一看我就跑掉了 好害怕 我不知道 對啊 她覺得她不是妳的那個等級 對 妳還會自己解釋 同學 男生送她的禮物啊 情書啊 她都會給我看 她送過最誇張的是什麼東西 有那個 你看 馬上當場退回去 三萬多塊而已 三萬多塊 什麼東西啊 Teddy Bear 一個熊耶 對 她馬上當場退回去 對 然後 對 很好嗎 教得很好 回家沒有 回家跟我報告 媽媽我就說 我不收她的禮物 這樣有收橡皮擦 小籤筆 那個她就收 所以那隻熊會罵髒話嗎 為什麼 那隻熊貓子怎麼才會這樣 搞不好有喔 搞不好會啊 對 真的 三萬多塊那隻應該會起來 什麼都不正 對啊 她是從小 我們在德國那個 有沒有一二年 還不到唸書的地方 在小學的時候 就是我的一些朋友的兒子嘛 可能三歲 四歲 五歲的時候 就一直在嘴她說 我要給Rebecca 然後今天你們來 你會帶Rebecca來 反正從小就是一直都是要 像男生根子 因為小時候看起來 一定像洋娃娃 更像 對不對 小男生一定很喜歡 她在德國是 因為有一點亞洲的感覺 很受歡迎的 他們要有一點他一半式啦 超喜歡的 對 然後越來越大 反正一直都沒有停嘛 那從小學到國中 到現在各位高中 反正一直都在嘴她 所以你也習慣了 對啊 我覺得 以前也是到我們家 我在家裡 我一個人要叮咚 外面就是小男生 說Rebecca在家 對 常常叮咚 對 那個很 我覺得很 對 反而是媽媽說 喔 她不在 然後就直接關門 其實我沒事做 我會這樣 我不會辭出 像我覺得 我現在還可以成那個 那個 機會 她現在還會理我嘛 有時候我們出去 我還可以 然後就是牽著一個美女 這樣子走一走 很多人看我 我覺得這樣子很有面子 老牛痴刃吵 這樣 對啊 他願意 可是這樣你會捨不得 對不對 你會不會 如果他真的交男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你 他的故事 我覺得他到時候 他男朋友要介紹給我 然後我要跟他去喝一杯 然後看看他到底 那其實很恐怖了好不好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對不對 會學的女生 其實不管是國外 或是台灣 其實太吃香了 真的喔 我有兩個妹妹 好 不要吃這個 你一下子 你就把他們帶到現場 我們不想要再聽到 你有兩個妹妹這件事情 一個妹妹在美國 其實大概十幾歲 就是真的是叮咚叮咚 就是超多男生 就是想追她 真的喔 每一次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 我比較年輕 然後我是哥哥的身分嘛 所以我都是幫球棍 然後我練空手 有需要這樣嗎 我把豆腐站起來 然後拿空手棍 你找誰 可是要把他們嚇走 我會 你會喔 因為我是哥哥 我要保護護妹妹 她是我的妹妹 她是我的妹妹 但是這樣後面 其實你真的是管不住她 真的喔 你完全沒有機會 因為她現在幹什麼 她可以就是 比如說她從二樓的那個 那個窗戶 弄一個繩子啊 爬去去啊 她要幹什麼 她就幹什麼 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控制 她以前寫一篇文章給我 她說是 我可能有一天會找到一個王子 對 但是你永遠是我的國王 哎呀 對 真的 我看過 這樣子我是有想像的 德文版的 哇 真的 她小時候就很受歡迎嘛 我記得她也拍過廣告 是不是 對啊 她小時候啊 人家就說 哎呀 Alice啊 你女兒好美好正啊 怎麼不多生一個啊 那麼可愛 但不死生一個太可惜了 我說那也要 我們家 願意配合啊 對啊 她不願意配合我也沒辦法 本來就是啊 那配合 對啊 躺她小時候 真的有拍過那一部廣告 今天有帶證據來喔 把廣告說起來 對 這是她小時候 因為這個廣告的腳本 是要演小男孩 所以為了那個廣告費 把她剪短頭髮啦 好可愛喔 然後去遊樂場玩 一票女學生看 我看到她 也是說 那不是廣告Baby嗎 我們要跟廣告Baby照相 那個時候都沒有人認識阿福咧 對 她說她躺躺是紅 那時候WTO還沒出來 你看 還有這個... 英文教材 學校的那個Kindergarten 也是覺得她很吃香嘛 就說跟我央求 說我們學校要編排英文教材 那很多插圖 想要請妳女兒當裡面的模特兒 我說好吧... 義務贊助這樣 真的 然後還有大支廣告 這是一個滿好的回憶啦 對 你看 好可愛 真的很可愛喔 現在已經長這麼大了 你看 還可以派廣告 真的嗎 繼續派... 因為台灣的廣告商 太喜歡用慧學了 對 真的 我覺得是廣告明星出身的 你知道嗎 這什麼意思嗎 真的呢 妳在台灣的時候 有受歡迎嗎 對 有 真的嗎 那妳現在都每個人有 應該滿受歡迎的 我跟那個小鴨子一樣 不是 誰 小鴨子 我讓妳說 你國中的時候 妳覺得妳在台灣的時候 很受歡迎 我在台灣就是偶爾啊 我就聽到女生在那邊 Gossip嘛 就過去聽到 就聽到就是 班上誰比較好看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妳覺得是誰啊 然後她就說什麼 妳老外啊 當然比較特別啊 沒辦法的 然後我就說 好吧 謝謝 然後我就 然後在那邊 好羞澀 然後怎樣 反正就是講一大對話嘛 到了美國之後呢 事實上 到美國之後 她那個也不錯 哪個也不錯 哪個 哪個也不錯 哪個理解哪個 她異性緣還是那個點擊率 她的異性緣 異性緣也不錯 是 然後呢 一般是這樣 男生 女生會來找她 然後如果是男生 她就是去找他們 她去找男生 可是女生找她 她不理 會來理 沒有 沒有 女生會找她 然後會有不同國家的女生 真的喔 然後呢 只要看她房間的 乾淨的程度 就知道她喜不喜歡那個女生 喔 真的 男生會 所以她上次有一次 我說 妳的房間在哪裡 她就指著地上的攤衣 然後說 那個就是我的房間 你願意 就是這樣子嗎 可是我們記得很久以前 姐姐有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你晚上都會借故 去騎腳踏車 說你那個時間才有時間去運動 我真的是去運動 然後被她講得好像是拔妹或什麼的 不是嗎 是嗎 她真的是太有自信 有自信我覺得很好 可是有接近很拽 很自以為是 對啊 不過有一點好就是 去年有一段時間 她晚上會說 媽 八點快九點 我要出去散步 我要跑步運動 之前她沒有 可是我覺得 好啊 她有養成一個新的習慣 可以啊 但是姐姐聰明 姐姐說有鬼 她不可能是單純的出去什麼運動 女生比較敏感 八點九點 所以後來是經過 姐姐比較會跟她的朋友八卦 就得到消息 她喜歡一個妹妹 她扮上一個可愛的女生 然後一直追她 可是追不到 追不成功了 後來知道 我們就一直笑她 因為她那麼自以為是的說 哈哈 妳保不到了 妳要來了 妳說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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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回心 妳看她真的很有自信 她不回心 她說 沒有... 妳搞不清楚狀況 時間還沒到... 那個女的很愛我 非常喜歡我 是家長不允許 我們是應生被猜散的 妳吸引女生 妳覺得 最主要是什麼原因 最主要 講話吧 我覺得是 個性吧 講話啊 還滿風趣的 幽默 實際上有知覺的貼心 貼心 因為她有一次 沒有 我剛剛覺得那個 叫小鴨子姐那是要巴結 那不是貼心 她小時候啊 小時候 大概現在一半的年紀而已 是 就跟我一個朋友出去吃飯 結果那一天是我朋友生日 對 我朋友她是大概 跟我媽媽一樣 結果她就自己畫一張卡片 然後呢 塞了一個一百塊 一百塊 對 台幣嗎 然後呢 財幣 貼心 真的還滿貼心的 那個 她就跟那個媽媽說 這是我的零用錢 對 馬上就過年了 真的 結果她就 收到一個一萬塊的紅包 好可愛喔 這個頭髮真的那麼重 太厲害了 她每次回美國啊 她會用自己零用錢 去買那個可樂果 對 買了三寶給我 給她 好貼心喔 我們就得到一個 這個放長線 吊大魚這魚真大 真的 可樂果換iPad2其實不錯 對 一百塊一塊 怎麼可以派你去跟對岸談判 對 沒錯 你自己就厲害 我還覺得自己去 是 符號談判就看你了 就你了 就我什麼立法院 你去就好啦 三寶可樂果我都搞定了 對 對啊 來 一豪 你要很厲害才可以喔 我是覺得 太棒了 你說 就是像是我去買衣服啊 喜歡去那種 有親手女那種姊姊嘛 不然就是小姐的地方 什麼 小姐是 小姐雙關語 那個 小姐姐 店員... 有小姐姐的地方 不要誤會 店員 好 然後試衣服 然後我去 因為我尺寸比較不好買 對 有些 可能要買煤版 韓版的有些不能穿 對 然後就 就是不是兩尺寸 比衣服 然後他們 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 人都是這樣比嘛 這樣比 對 他們不是 他們是 他們是 從後面這樣繞過來 天啊 從後面那種姿勢 所以你有開心到是不是 非常開心 你看 你看 所以姐姐們就會很殷勤的 一直拿很多衣服來給你試 對 紅色的 我去 我很不喜歡去買衣服 因為一買就很久 可能比女生挑衣服還久 你覺得很煩是不是 我每次去都是五六套 這樣整套的 然後就是讓我試穿 一直穿... 他們拜託你穿 就是 就讓我... 沒有 還是摸什麼 沒有 然後 有時候還是 我在更衣室換衣服 然後我就直接脫掉了 然後 他們就衝進來了 他就進來了 他說 不好意思 真的太不好意思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真的就衝進去了 就會這樣 不好意思 明明就知道我在換衣服 很不好意思 是喔 跟我熊哥換衣服 他會不會不好意思 我穿那個 背心 天氣的 喜歡去衝浪 對啊 然後喜歡買背心嘛 可以摸一下嗎 是 就摸我胸部 我摸一下 然後我就 我故意跳兩下 現在是開心 但是跟他交你朋友 就不開心 為什麼 這個... 這個混血是這樣子 他其實他一新年 其實很多嘛 很好 但是他有一個 固定的對象的時候呢 其實會常常有 新的人來找 然後其實這一位 會一直發飆 對 會 你有沒有要分配 你不要說 要分配時間 你一定有經驗啦 他一定有經驗 對 時間管理是很重要 對 所以你的時間分配 是幾個小時為單位 還是幾天為單位這樣 你大概... 幾分鐘 早上中午 然後... 現在又有一點誇張 我覺得 女朋友跟我抱在一起 有人對我放電 然後我說... 我發現他對我放電的時候 我一直... 我要轉開 然後轉開的時候 女朋友就在看我 那個是活 有沒有... 真的... 真的... 那以後怎麼辦 你知道怎麼辦嗎 我出門 我都戴一根握鏡 是喔 很黑的那一種 不然就是... 金色的 對 對 然後這樣 嗯... 對 我一直覺得 我們今天是來講這個 混血兒成長過程的 辛酸血淚 對 就很辛酸啊 他就講這幾個 他感覺就很坎坷啊 很辛酸啊 對 很困擾 所以香妮 你們家三個兒子都那麼帥 要命... 葉豪是最受歡迎的嗎 剛小的時候 因為有一次 他小的時候 我們去... 去本尾家 而且在屏東 所以說 路程很長嘛 有亂路嘛 結果我想說 我去那邊 玩一兩天就好了 不要太久 因為我想說 帶小朋友小的時候 不方便 不方便啦 等於人家在玩 我就在鼓手小朋友嘛 結果好 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那一些都是 我們... 等於我們朋友的 靈機啊 朋友 山地莊 對 結果我們去那邊的時候 他很歡迎啦 你知道嗎 就是 這個抱的 抱到那邊去了... 就算了 後來 跟他們的小朋友一起玩 這真的超誇張的 他鄉里一股的天天打麻將 小孩子不帶 連吃奶都不吃了 自然有人抱給他 自然會餵 我來...會餵 我每天... 每天在我旁邊 都不一樣的人 有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金奈扁我想說 兩天都是一定夠啦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金奈扁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我跟你講早上的時候 我起來 小孩子一定不在我旁邊啦 被抱走了 對啊 一定... 對啊 開始用流的 明天再走... 後來我說明天一定要走 小孩子一早起床 小孩子被抱走了 不好去玩耶 在山地莊裡面又不好找人 怎麼又要坐山頭 因為每天都在隔壁 在隔壁 隔壁山口 對不對 我沒有想到會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你是不是很開心 兩天一定 對啊 你每天在打麻將啊 剛好開心啊 很會啊 其實我覺得 異國的婚姻 然後生下來的孩子之後 有很多時候衝突反而會從真的開始 那今天都是幸福家庭就不算了 其實我常常在門診看到的是 就是不是了 那結婚的時間都很短喔 然後當初愛得要命 可是生出來的孩子之後 小孩也都很漂亮 長得也都很好 可是他們的已經生活就出現裂合 那就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其實這個孩子他本身 他也不知道他歸屬的哪一個部分 認同 對 那其實兩個人會互相信 我們常常說會有夫妻臉 夫妻臉 就是其實我們人有一個本性 就是我們會找一個 跟自己長得比較像的人在一起 所以黃皮膚找黃皮膚 白皮膚找黑皮膚 這其實是本能 那當一個完全長相 這麼不一樣的一對情侶結合在一起 勢必他們會有一個更高的 相似的點是外貌看不出來 對 是外貌看不出來 所以他們的心靈上 一定有某種程度 某種東西是可以提升到 長相以外的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維持 那這個家庭其實很容易就崩潔 對 那同時如果這個東西有維持的話 他們的小孩實在太幸福了 因為他們會得到兩個不同文化裡面 一個很 一個比外貌還更重要的一個點 然後放到他們心中 所以這個孩子他不會有 沒有安全感 他反而覺得說我擁有兩種 不同的文化的背景 那我自己 因為爸爸媽媽給我的自信心 我可以做一個很特別的人 跟大家都不一樣 不只是我長相不一樣 我本身跟大家都不一樣 但是我講反過來 如果這個家庭崩潔了 這個孩子其實他的自信心 就剩下長相 這是我最怕的 我就是後面那一種 我真的就是 我大概十幾歲 大概十歲左右 就媽媽爸爸分開了嘛 然後其實 你真的就覺得 你不知道你是哪裡人 真的 所謂的人跟你講 你長得像什麼 你長得像什麼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當混血兒 真的也沒有這麼好事 其實那一段時間 其實你一直一直在找一個方式去 有認同感 你想定位嘛 其實基本上每個人 想有一個定位 對 那其實你就是找不到 我來台灣其實有去尋根 其實我當初 美國長大 我幹嘛來台灣 其實我就想說 我來這邊可能會被認同 當他這邊的時候 其實也 也不是我想像的那種認同 因為美國人一直說 你是華人啊 你是華人啊 你台灣人 那我來台灣 就沒有認同 你是美國人 你是美國人 就兩邊又 又不到岸了 所以混血兒 其實我覺得在這種 這種環境之下 其實會變很聰明 因為他會發現其實 沒有固定的共同認知 人類沒有固定的共同認知 以為說 我家裡都是這樣子 所以所有的人的認知是這樣子 其實混血兒 很快就會發現 其實沒有固定的共同認知 沒錯 所以腦筋會動得比較快 比較靈活 是 問一下唐唐 你有台灣跟德國的背景 可是你剛剛講說 你在學校的念書 一開始都不開心對不對 在台灣的話 有時候會不舒服 因為每次去外面 都會有人想要跟我拍照 然後就一直摸我的頭髮 摸我的皮膚 就說 這是染的嗎 我就說 對 你的皮膚怎麼那麼好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很像動物園的那個 大猩猩一直被看 到哪裡都有人在看 有一點像 也有 他不會跟他一樣 他不會比較像 他比較像 對啊 在德國我覺得比較誇張 就是小時候放學 我跟同學 同學他們小時候 就不會覺得我不一樣 他們就跟我很好 可是他們的爸媽 就會發給他們糖果 只有我沒有拿到 我就覺得很誇張 然後我就說 我小時候覺得 沒關係 下次 我應該會拿得到 搞不好沒有 可是每一次都 只有我沒有拿到 就跳過你 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過分喔 不好 但是所以我覺得 台灣人對外國人 比德國人 對外國人還要好 絕對 還會比較有誇張 所以我從小就一直 比較喜歡在台灣 因為比較受歡迎 直到就去年 我就 胸部比較大了 然後也比較會打扮了 然後我放在網路上的照片 就比較漂亮了 然後以前笑我這些男生 現在就在Facebook還有Skype 就問我 喔 你最近好嗎 你好漂亮 我們視訊好不好 你下次來德國 我們一起出去 然後就用了 就覺得很誇張 真的 不過要跟 壞德國男生問你爸就知道 對 壞人 現在的都是這樣 你現在的 還是男兒的好的 真的耶 媽媽也不錯 那時候他回家 有跟我報告喔 他說 媽媽 我們在中午休息時間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都一起玩 那有個小男生 因為我們有時候 媽媽會去學校 那我是亞洲人 因為我們住的那個村莊 只有我一個人是亞洲人 其他全部都德國人 所以很明顯 然後呢 那這個呢 小男生他也不懂 然後他就看到 然後知道我是他媽媽了以後 以後每次只要中午休時間 看到我女兒堂堂 就會笑說 中國人 翻譯成中文叫做 中國人啊 中國人啊 小眼睛 小眼睛 嘻嘻嘻 就這樣子笑他就跑掉 然後呢 我女兒還說 媽媽妳知道嗎 我沒有跑回家來哭跟妳講 我馬上當場罵她說 對啊 沒錯啊 我媽媽我們是小眼睛啊 小眼睛 可是我們會講中文 英文跟德文喔 妳只會講德文而已耶 誰要什麼笑我們小眼睛 沒有錯 就是要這樣 來賓掌聲鼓勵 好帥喔 對不對 大家都好 真的 她回家來告訴我 我那時候感動得要掉眼淚 因為我那時候德文 不會講得那麼好 沒有很會講 她馬上幫我出氣耶 像我以前在這邊 學過一個成語叫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想想 我知道我的根在哪裡 而且我現在我那一棟 以前我小時候的房子 現在還在那邊 然後我知道以後我老了 我可能就會去那邊 我就歸根嘛 對 那我不知道Rebekah 她的根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有時候會問她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自己都不太舒服 我就問她 說你到底你覺得 你是德國人還是台灣人 還是你是怎麼樣的人 她都跟我講 我說我不是 我也不覺得我是德國人 也不是台灣人 反正說 好笑喔 好厲害喔 我說你怎麼會想到俄羅斯人 我說因為俄羅斯那邊 剛好是在 很多人都長得跟我這樣子 那人家問我就說 我是俄羅斯人 所以就看她 她自己覺得 我的重點是 她不一定要當一個德國人 也不會當一個台灣人 她就是當一個 她自己 國際 國際 對 那一豪你呢 有時候會 那都在小時候 然後都是男生 你怎麼長得不一樣 你是 你臉為什麼 跟我們台灣人不一樣 是不是過來的時候 被那個 撞到 所以長得不一樣之類的 天啊 對 那時候真的是超生氣的 所以 這是從國小 從一年級打到六年級 可是香妮 她們三個小孩子回來 她們被欺負 會回來跟你講嗎 都有 有時候會 因為太多了吧 所以每天講也很累 老師打來的 老師打來 有三種 因為單正大會 因為我說 媽媽我為什麼 跟別人不一樣 對 我常問這話 等一下 我來補充 在我的記憶裡 你不知道記錯 你不知道被誰 我是說被欺負 他回港 那時候小班 就打大班的 我問他為什麼被打 他說 人家都笑他老外 等於人家在玩玩具 不給他玩 不給他玩 他唯一的辦法 報復 小孩子唯一報復 就是K啊 可是我想要問Raymond 你讀的是台北市 現在競爭最厲害 升學率最高的國中 對不對 之前 之前啊 現在已經上美國去了 對 那你在那個時期 有沒有被同學 取一些綽號 或是開玩笑 有 但是我覺得 他取得就滿正確的 對啊 因為就是那個綽號 那叫什麼帥哥 我先跟你講 不是 不是 你很相應喔 帥白喔 我知道你覺得我很帥 但沒必要這樣 但是 我同學都叫我假老啊 就假老外 假老外 真的 對啊 因為他們就覺得 我就面向像媽媽嘛 裡面就像爸爸嘛 就很台 的確是假老外 現在有些時候 我跟我同學出去玩 我就偶爾就覺得 晚上嘛 就很累 我就穿個海灘褲 配假腳脫 然後商業就一個 小小的吊嘎 然後就走出去找朋友 吊嘎 你都會說吊嘎 厲害是不是 很台喔 假老外 對啊 可是那你覺得說 在成長過程中 最困擾你的心 最辛苦的是什麼 最辛苦喔 應該就學中文吧 學中文 因為一開始 我第一個語言是英文 然後我後來 大概三年級我才搬來 然後我搬來的時候 一開始那學很難 就是晚上老師還會特別 就是把我留下來 然後再跟他學 先學薄薄薄薄 然後再慢慢學 對 幫你補習喔 那老師還不錯喔 對耶 補中文 那個我小的時候 其實我爸他就覺得說 那個 我們在美國 其實他已經決定說 以後就是在美國 所以他都要跟我講英文 不要跟我講中文 怕說我的那個英文 會有口音或是什麼 對 所以我是到 十八歲才開始學中文 你好辛苦喔 你有多難嗎 超級難 你真的很辛苦 十八歲 十八歲 你好辛苦喔 所以原本你看 你是九歲開始學中文 對 九歲開始學中文 會講嗎 頂多一個一二三四吧 講那麼什麼 然後大概講到七 我就忘了 就忘了 講不下去了 聽你自己中文這麼好 是啊 對 可是因為 他是美國出生的 所以到了差不多八歲 他已經習慣完全講英文 所以中文是聽 用英文回答 很多的就是外國小孩子 是這樣 然後很多華人會週末 教他們去學校學中文 他們覺得非常痛苦 因為那個是聖誕學中文 對 但是我覺得他語言方面 是學得很快 他回來這裡 對 而且比我女兒還強 就他很愛講話 有一點像我這樣 所以像在小學 他會有那個鄉土文化 是 他們學台語 對 結果他有學到 七七年級的那個 關東族嘛 他同學在那裡 然後他跟他講台語 我好開心 我就跟他 可是我聽不懂那個台語 所以我覺得他是跟他說 我看你笑一笑 對 還不錯啊 因為台語 我是聽台語覺得 應該跟國語很接近 是嗎 他跟那個 後來爸爸來一天 他跟那個女孩說 你快晒 天啊 我的天啊 因為滑 我就看你笑一笑 我就 台語好厲害 他就是 台語很厲害 他還是要相處的 一孩也會講啊 學校也教這個嗎 對 教你爸爸也會講 你們學校有教這個 鄉主文學嗎 對 學校有教這個嗎 好高歉喔 你學校教得好高歉 不過我覺得 像我們之前看過一個案例 就是台語混血 然後呢 媽媽講中文 爸爸講和語 然後兩個一起溝通的時候 又講英文 對 所以小朋友 在兩歲之前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狀況 他搞不清楚了 因為他常常 就是三個語言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以後呢 他每次就 要講話之前 就要經過三個語言的翻譯系統 開始轉換 轉換系統 轉換出來 所以他兩歲以前 你就不太會講話 我認識一個夫妻 小孩到四歲才開始講話 對 有可能 是 但一講話都會 厲害 你就是 你不講話之後 就希望他不要講話 到四歲都不講話了 這隻共發了 對啊 你知道台灣現在 已經逐漸變成一個 移民社會 沒錯 我們其實身邊有很多這樣子 不管是哪裡的 混血的小孩子出生 以前台灣之子 不要再把他們當成 是一個單獨的個體 用奇怪的眼光看他們 要用心的 對 把心打開就好好的 你就要吹了 沒錯 是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好不好 希望下次再來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